元宵节吃元宵是不少民众在这个节日必备的传统食材 但若是碰到平日得上班 就只能下班后再来过节 因为元宵节不是国定假日 把现行国定假日的12天恢复成19天 会是在维持周休二日规律下的最佳的解放 也恳请大家一起来支持 从原本元旦到国庆日一共有11天的国定假日 但立委似乎觉得不太够 不分朝野立委都有不同的意见 包含元旦客家纪念日或者是像言论自由日 解言纪念日 民进党立委提案要有原住民族日 以及元宵节也要放假 国民党立委则喊话不止823要放假 请人节也得放 统整下来最少多一天 最多也加了13天 时代力量党团主张除了元旦改成放假两天外 还新增4月7号言论自由日 7月15解言纪念日 国定假日跟民众放假的多寡 其实跟经济成长未必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立委高喊要加码放假 但今年才刚犯完228廉价 还有三天就要补班 也让民众抱怨补班补得好累 这个未来的五年 我们初步排了以后 大概都是三次以内 想要放假放得过瘾 补班却太频繁惹意 如何做更有弹性 还得深思熟虑 八大新闻综合报道 18位玩八方锁定八大名声新闻 记得按订阅开启小铃铛哦